香港近日氣溫急降 不少人晚上睡覺 都會蓋上魚絨皮 再加一張毛毯保暖 但究竟是哪一張起底 哪一張起面的呢? 有日本電視台 就著怎樣蓋皮 做了專題報導 根據專家所說 魚絨皮 有感應體溫和膨脹的特性 所以將毛毯 放在魚絨皮的上面 魚絨皮的內部會更加暖 如果想再暖一點 可以在身體的下面墊毛毯 然後蓋魚絨皮 這樣毛毯就會接收身體釋放的熱量 更加保鏈 另外 手腳是身體用來散熱 調節體溫的地方 如果帶著手套或穿著物訓 反而會影響體溫的調節 令人更加難睡著 就算真的要穿 都要選擇透氣到好的物料